下次你可以跟我的老婆一起去 谁说海水只能是蓝的 万表流行力 添出接地气 你们好 今年夏天可以吧 我估计全国你不管是哪个部分 夏天都是一个火辣辣的考验 因为拉丽纳现象 我们全球谁也躲不过去 别灰心 好在我们现在夏天就要过去了 我们迎来的是一个金秋 我们祖国地达五波 但是我们祖国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 就是不管你在祖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它的秋天都是一样的美 已经是历秋了 浪琴在这个节骨眼 他搞了一个活动 七夕寻展 上面展示了浪琴号 然后它的寓意是什么呢 有情人 情色和谐 单身的朋友能够更加的时尚 通过他的运动表 显示他的优雅的和时尚态度 我是演员 陈兴旭 音乐制作员 歌手 有请Japs 李祖贤 有请 像我们浪琴表 有很多情侣对表都非常的合适 比如说我手上那款 康帕斯潜水系列的GMT腕表 就非常适合在这个栖息的时候 送给对方 当然我觉得送给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这次 其实我已经送我的老婆一个礼物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多买一个 那么他说的是哪几款表呢 今天我们就在这跟大家说一下浪琴的康卡斯GMT新款 我先跟你说第一款 就是这款 等一下 我把这个带上 这是浪琴的康卡斯 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 有一个朋友特别细心 我们上次介绍浪琴在今年上半年推荐的新款的里面 展示了一下康卡斯的GMT 然后我提到了 今年的新款是43毫米 结果有一个朋友在留言区就说了 不对啊 浪琴的GMT应该是41 怎么会是43呢 好眼力 浪琴的GMT从去年开始出现的是41的 甚至在国外还有更小的39毫米 比如说这款就是去年初的康卡斯GMT 它确实是41的 好眼力 上手效果就是这样的 作为浪琴的话 大家已经很熟悉它的这些配置了 专属的机芯 康卡斯又是一向以这个运动潜水探险著称的 一款豪华运动表 这个表的外观上的话 还是这个金刚的款型表圈呢 是陶瓷的 防水性能非常的优秀 这个蓝色呢 如果你经常去玩水啊 地中海啊 就这些地方去玩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蓝色确实就是深海蓝啊 它这个GMT的刻度呢 是在表盘内盘的外圈上 设计上的很和谐 多了一个功能 但是呢 并不显得凌乱 就是这个效果 现在我背带的手表就是一个蓝色的 它是康卡斯的 Hydro Conquest Series 最新的线缺的系列 好 再给你看下一款 为什么换它 是因为它的这些金色的点缀啊 这款还是41毫米的康卡斯GMT功能的 但是呢 你也看出来了 它的表圈的刻度啊 还有里边的这些石标啊 包括指针 都已经有金色的笔触了啊 金秋时节啊 收获的季节 应该用金色来点缀一下这个季节 上的效果就是这样 表圈还是陶瓷的 这些抛光度 金的刻度还是很精致的啊 表盘呢 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绿啊 它是跟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绿呢 非常非常和谐的 既不是那种特别艳 特别脆的绿 也不是那种特别暗淡的绿 它是一个比较有生气的绿啊 就像这海边的这些树一样 来看看这款啊 这个呢 应该是今年的最新款 稍等一下啊 我为什么换它 我估计你也看出来了啊 43毫米 陶瓷表圈 潜水刻度 指针 还有石标 都是镀金的 绿色还是那种特别有生气的啊 谁说海水只能是蓝的 浪秦表设计这样一个产品 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我想可能是让喜爱大海的朋友们 可以到世界各地 不同的季节 潜水上地都去潜水 因为不同的地方有时差 我特别特别巧的是 我刚刚杀青的消息轻壤 然后在就在前一天 我拍的是水下部分 然后我也是穿着这个水肺 然后穿着这个潜水服 然后有一个就是潜水的这样的一个系 然后我就觉得 我想去考一个潜水的这个 证 对 考一个证 然后今天我就来到了我们浪秦 然后拥有了一块这个GMT的这个潜水表 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正好的缘分 可能我考完以后就想去看看世界各地的这种海底 你跟James一样到底是有多么的美妙 下次你可以跟我的老婆一起去 螺旋式的被表友们称为锁把 就是带有螺旋扣锁的这种防水的表冠 只有这样的表冠才可以达到300米的防水的能力 康卡斯GMT潜水表它的这个折叠表扣 对于这个专业潜水需求 比如说你是穿潜水服还是不穿潜水服 包括一年四季佩戴的时候出气的变化的话 都可以通过这个微调解决了 就不用找这个表店了 你看就摁在这里就可以进行调节 你看它的幅度应该达到四五毫米 很方便 你看这细节啊 陶瓷表这绿呢跟表盘的绿呢 随着角度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密度啊 这些抛光镀金的刻度还是很精致的啊 而且有一种很温润的一种美 所以浪琴这个七夕巡展 它涉及的一个关键的表款啊 就是康卡斯GMT啊 去年呢是41毫米的 在国外还有39毫米的 这次在国内主推的呢 就是这个43毫米的款式 浪琴的专属机芯 表圈是陶瓷的 它的刻度呢是抛光镀金 指针和这个石标呢都是抛光镀金的啊 很运动很时尚 特别适合在今年这个秋天 你带出去 完了秀一下你的时尚 秀一下你的风度 我借浪琴高层的一句话啊 有情人情色和谐 对于那些还没有成双成对的人呢 是大气晚成后来居上 通过这些时尚的这些配搭 让你找到更好的另一半 浪琴在这个青岛的万象城 搞了这么大活动 我相信呢作为浪琴的粉丝呢 你可能也在这个人群里 或者至少是这两天在巡展期间呢 你会来亲自看 咱们达到了一种时空重叠啊 所以我有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机会 大家在线下见一面呢 在哪个城市 以什么方式见面 欢迎大家呢 踊跃提出意见 我们选择一个最优秀的方案呢 我们真的来实现一下 期待你的答复 下期见